浪姐拖泪屏出现 组队犹如照妖镜 谁是好人谁自私谁不讨喜 一目了然 新一季浪姐开播以来 第一个暴露姐姐们真实面目的选队场面 终于来了 说起来节目组可真会玩 第三次公演 七威算是全场最占优势的人 由于人气排名第一 她不仅成为了二团队长 还可以在之前的众多队场中再选一人加入团队 这样一来 七威队已经算是强强联手了 这还不够 节目组还让剩下的姐姐们也两两自由选择组队 全场全都形成两两阵容后 再按组选择自己意向的队伍 这么一玩就有意思了 多次双向选择也就意味着 姐姐们当中有人实力强 有人实力弱 有人排名靠前 有人排名靠后 想要互相看对眼 但同时 遇到不想搭档的人发出邀请 想要委婉拒绝 也是门一束 登上浪姐的姐姐们 大多数都有一个目标 能吸收更多热度 能走长远 能翻红 所以嘴上喊着有一第一比赛第二 实际上 谁心里不想赢 也是 在如此情况之下 姐姐们谁是真好人 谁真自私 谁不讨喜 一目了然 其实在二公选人时 节目组就开始玩两两组队了 方式蔡文静转头 就跟谢金燕说我带你飞 那个时候 谢金燕心里明白 自己的人气排名并不靠前 和蔡文静绑定 对她而言可以说只有好处 反而如果有人想选蔡文静 但不想选她 她就会成为拖累 好在作为队长的 齐温 毅然决然把两人都选了 而这一次不一样 很多良良组队的姐姐 都是强强组合 此时隔壁的柳言 第一反应是对曾经的队友 萨鼎鼎说 你应该选择一个唱歌好的 显然她并没有因为 想要对自己有利 而和对方绑定 谢金燕却反差强烈 她根本没考虑蔡文静 想不想和换个搭档 是否应该去和年轻人在一起 上来就告诉蔡文静 我想跟你一起 当下蔡文静 已经没有上次那么果断了 她反问了谢金燕一句 你要跟我一起吗 然后才答应下来 连李佳格都看不下去了 调侃他们称 你们就不能变一下 就锁住了是吧 听了此话 蔡文静也并没有说出自己的苦衷 在之后的组队当中 她向刘欣表达了想合作的意思 可惜刘欣被七微选走了 没想到蔡文静又做出一个令人意外的举动 她转头就带着谢金燕走向已经破罐子破摔 不为自己争取而是等待选择的王林和泰国姐姐 众所周知 泰国姐姐在这个节目里 那真叫做是浑水摸鱼 要么小考掉链子 要么排练不参加 要么舞台滑水 估计蔡文静要是不选 应该没人愿意跟她组队 在蔡文静心里 虽然她年龄不大 但是她有责任担起这个家 带好姐姐们 包括在推选队长参加队长团秀时 很多姐姐都想要自己多一份表现机会 然而蔡文静却非常坚定地选择了谢金燕 并告诉她 你是何 我们不存在队长不对长 就是群措群力 不要有压力 只是去完成这个舞台 也难怪蔡文静唱跳不出众 但是却能在这个节目里被记住 她发自内心的善良 乐观和责任感 大家都有目共睹 同为好人的 还有柳妍 在第二场公演之后 她可是拿到了人气第三的好成绩 足以见得大家都看到了她的努力和实力 她本应该有更好的选择 但是排名倒数的范甜甜 在向万尼达提出组队被拒绝后 她马上转向了柳妍 柳妍接收到信号以后 她根本一点没犹豫 就爽快答应了 比起其之前的队友陈立军 陈浩宇 萨鼎鼎 范甜甜可真不是一个等级水平的 相比而言 萨鼎鼎就全程只为自己考虑了 良良组队时 她一眼就确定了袁亚维 当时陈浩宇大声表示 我也想选袁亚维 但是萨鼎鼎并没有在意 不过这也不是谁的错 毕竟有时候 要主动才会有机会 可是在和袁亚维成功组队以后 萨鼎鼎看到隔壁坐着李佳格和陈浩宇 她便主动向对方抛出橄榄枝 提出要不我们一起组一队吧 双方就此达成约定 然而等韩雪和法国姐姐走向萨鼎鼎 向他们表示想和他们组四人团时 萨鼎鼎瞬间就遗忘了刚才的约定 一心只为自己的 台友朱丹 看着她怎么样都要绑着尚文杰 网友们纷纷感叹 尚文杰真惨 两人组队成功以后 朱丹倒是满脸满意 喜悦 然而从尚文杰的表情里 大家看到更多的 却是有点无奈 尚文杰怎么说也是拿过选秀冠军的人 她的实力 是大家认可的 然而想必正是因为和朱丹组了队 宣弱了实力 她想要合作的组 都没有选她 哪怕她已经向七薇表达 只要选她 她就跳舞 最后七薇却还是选了另一个冠军流星 试想 如果尚文杰选的是蔡诗云或者同样唱功出众的歌手 又或者是一个擅长舞蹈的姐姐 她还会落得如此近地吗 最后说说七薇 这一场组队 她看起来是最威风的 当她把陈立军选走之后 有八组姐姐前来自见 七薇那叫一个条花了眼 过程当中 和杰的人员 意外显露了 明明按唱跳实力讲 她在两方面都算出众 但是似乎就是被忽略了 虽然在两两组队选择了正妮可 两人的实力 相信大家自有认知 试想 要是七薇 陈立军 刘欣 张雨昕组队成功之后 他们再选上和杰 郑妮可 这个队伍会有多强 但是不管和杰怎么自荐 怎么能唱能跳 七薇和刘欣一样 宁愿选择之前两场公演里 表现平平的蔡诗云和杨锦华 也不选和杰 这个细节 也可以看得出 似乎在姐姐当中 和杰并不那么讨喜 不然以她的实力 想必不会落得如此近地 再说回七薇 因为做了队长 她似乎有点以自己的想法为中心 在选择陈立军时 她就说过 一直以来都想合作 陈立军的处境 确实令人感到有些无奈 她以乐剧演员的身份参加节目 初衷是希望能在更大的舞台上 弘扬乐剧文化 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到 这种传统艺术的魅力 这 在组队和选歌的过程中 她的期望似乎并没有得到 充分的考虑和尊重 七薇在选择队友和歌曲时 可能更多的是 从团队的整体性 和舞台效果出发 而没有深入了解和考虑陈立军的个人意愿和特长 这导致陈立军在节目中的定位和表现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无法充分展现自己的戏腔和乐剧文化 对于陈立军来说 她可能感到有些失望和困惑 她希望能在节目中找到一种平衡 既能满足自己的文化传承愿望 又能适应团队的表演需求 这 这种平衡似乎并不容易找到 需要她在个人和团队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 不过 我们也应该看到 陈立军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初衷和梦想 她仍然在努力寻找机会 展现自己的戏腔和乐剧文化 同时 她也在尝试适应团队的需求 为整个表演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种坚持和努力值得我们敬佩和尊重 希望在未来的节目中 陈立军能够找到自己的定位和价值 更好地展现自己的戏腔和乐剧文化 同时 我们也期待节目组能够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为观众呈现更多精彩和有意义的表演 显然 这次和七微合作 这个愿望 有点难以达成 既然那么想合作 却全程完全没考虑对方的长处和想法 那么 七微的诚意在哪呢 不得不说 这次 七微的撕心 暴露得彻彻底底 如此看来 不得不说 姐姐们的比赛 真是台下比台上精彩太多啊